華航要飛澳洲墨爾本囉! 提到墨爾本,讓我簡單告訴你 三件你在台灣看不到的事 1. 墨爾本多次被評選為全世界最適合居住城市第一名 2. 墨爾本一天當中就可經歷一年四季的氣候 3. 我們都會寫信任這兩個字 但在台灣,這樣的信任你一定沒看過 話說,2008年4月有一天下午 當我在墨爾本街上等電車時 看到有兩位手上提著兩大袋、罐頭之類物品的人士 從我的左邊走向我等電車的站牌 那時,已有位小姐和我都在等電車 而那兩位手上提物品的人,將袋子往地上一放 像我和等車的小姐,葛空說了一句話 大意是,幫忙看一下 沒有等我們回答,他們就離開了 目睹此現象令我大感意外 於是就問那位小姐,是否在澳洲常發生這種事 她回答說,是的 我告訴她,在台灣這根本不會發生 因為我們不會相信陌生人 說著說著,我等著電車來了 雖然我沒機會看到她後續的結果 但我心中浮現一段話 墨爾本,帶你找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我是Lenny 一個內心已被澳洲擄獲 再也不願掙脫的Lenny 更多詳情 請Google SpeakerLenny 搭乘中華航空往澳洲墨爾本的旅客 請登機 Yes,墨爾本 我來囉